蝴蝶蓝的叶子 哈喽,大家好 刚才给我的兰花浇水的时候 发现这一棵蝴蝶蓝有问题了 看一下它的叶子 这个叶间已经开始有腐烂的现象了 这片叶子也已经开始腐烂 如果发现蝴蝶蓝的叶子有这种现象的话 赶紧把它剪了 不论它是病毒感染还是其他的什么病毒 对这些病毒我也不太了解 只是如果发现叶子是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个叶子剪掉了 在剪掉叶子之前 剪刀一定要消毒一下 我是用酒精把剪刀喷一下 这片叶子是应该最近很多兰花都有的 轮状病毒吧 要怎么剪呢 我是从这个位置把它剪掉 剪完这一片之后 还要喷一下再剪另外的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也要从这里剪掉 剪过的伤口我就不需要给它磨什么了 让它自然风干就好 这颗兰花我会把它跟其他的兰花割离一下 一两个星期之后如果它的叶子没有什么变坏的话 就把它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 目前的情况就是要把它割离一下 这一颗兰花是8月份从国乡圆团购回来的幸运铜板 检查一下它的根 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健康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它的叶子有问题了 就算它的根好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拯救的 这颗兰花能不能恢复过来 就要看它自己的免疫力了 如果把这个叶子剪掉之后 它不再腐烂下去 那就没有什么大碍 所以发现兰花的叶子有这种情况 必须要把它剪掉 而且要割离起来 最近在网上很多网友 分享它们的蝴蝶兰 都有各种各样的病虫害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经常检查一下兰花有没有什么异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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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